一个平台让它可以放什么 放控制项里面有的东西 也就控制项里面有的 那所以你将来 当然我们今天只用到label 记得是拖拉一下 它就过来了 还有什么textbox 顾名思义 这应该叫什么 文字方块还是文字格 反正或者可以输入文字的label 标签 然后一个textbox 还有一个combo box 大概这三个 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comment button 那其他当然还有什么list 这个也listbox 这是顾名思义吗 可以放一个清单的 它跟那个combo box 最大的差别是 combo box是点了之后再展开 那listbox是还没点它就展开了 所以用途不太一样 还有什么 这个checkbox 应该知道 就刚刚上礼拜我们有那个 做问卷的时候 如果是多选题 就是checkbox 那这个option button 就是单选题 顾名思义这些 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常用的 那有一些比较常用 像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图的话 这边有个叫image 你可以在这边再加上image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如果你觉得这些控制项都不够的话 按右键 这边有新增控制项 可以从这个里面呢 去把外部的控制项可以加进来 有哪一些呢 其实还蛮多的 像什么ADO 这边有那个资料 那个联资料库的 等等的 不过呢 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些状况 外部的控制项 当然在你自己电脑上面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拿到别台 可能就会 如果那一台电脑 没有对应的那个控制项 就会没办法执行 还有一个问题 最近发现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office现在 又有区分32位元的版本 跟64位元的版本 有一些控制项 如果它是32位元 在64位元的环境下 就不能执行了 所以这个也是麻烦的问题 所以你尽可能 除非说你确定 你的那个另外一个环境 它是也有这控制项 否则的话 你就尽可能不要 不要引用这些 我记得里面也有那个什么 如果你要用日历的话 这边有日历的控制项 点击它 它也可以跳出来 那这个我想有机会再谈 基本的控制项大概就这些 利用这些控制项 我们把 这一个画面给做出来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有点比那个小画家更简单吧 反正就是 拉一拉嘛 晃晃就有了 那这个设计的概念 其实不只是在这边 你手机上面长得也其实差不多 反正就是说 我们只是要让使用者填写一些东西 我制作一个界面 那观念上都得一同 那最好的界面 就是完全不需要学习 它就知道该怎么做的 那样的界面是最好的 所以早期为什么那个 Apple的那个iPhone iPad出来的时候 连小朋友都会用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标榜很简单 那如果说你这样来设计的时候 也尽可能的不要让使用者学习 它就知道说 你到底要我填什么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它轻松你也轻松 因为它一下就会用的话 也就比较不容易犯错 不容易犯错呢 那你就不需要去 花时间去校对资料了 其实校对资料 有时候反而比输入资料 更花时间 因为找一个错误 有时候花一堆时间 倒不如你在前面 就先防止它 做输入错误资料的这个动作 OK 好那第一个 就是先把画面做出来 第二个记得 请你把上面的名称 重新命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将来会需要怎么做 将来你